建设了监视基础 首阶段招商复苏 无免政策为新入住商家带来重大扶持 第二阶段运营复苏 佣金基准下调 广告金复持 及网课培训项 让已入住商家买血复活 本周 第三阶段物流复苏重磅来袭 虾皮 重物渠道全面价价 费率降幅高达50% 同时新增越南市场 单量复苏少不了物流 这一关键环节 虾皮在保障物流时效不变的同时 让卖家享受更低运费 提升产品竞争力 并拓展更多品类 大力推动单量复苏 重物渠道 新增头部与市场越南 虾皮在打造重物渠道 在保持时效不变的基础上 助卖家拓展家居生活 时尚鞋包 小家店等具有高重量端的品类 支持卖家以更具争力的价格 销售更多元化的产品 在开放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市场基础上 今年二月 重物渠道新增越南市场 虾皮在中央红利下 通过强境物流 助优优质国货走出去 实现卖家店铺单量 利润双提升 重物渠道全面降价 最高费率降幅达50% 减负无套路 虾皮用西进洞 缓解卖家钱袋子难题 重物渠道在原费率基础上进一步升级 一是从旧版费率的续重250克 优化为四大市场 新版费率 均为续重100克 计算更为简便 二是重物渠道 新版费率相较于 SLS Experience Deliver费率 降幅达50% 费率降一半 时效不打折 大家可以看一下虾皮马来西亚市场 重物渠道 0.5000克费率降低幅度达8% 1000克费率降低幅度达16% 可以看出降低幅度非常大 大家再看一下虾皮越南市场 重物渠道 虾皮泰国市场重物渠道 降低幅度更大 0.3000克 降低幅度加到11% 0.5000克费率降低幅度达38% 1000克费率降低幅度达43% 达到一半了 满足更多品类 助卖家开拓家居生活的商品 重物渠道可满足助入家居生活 时尚写报 母艺玩具 气配磨皮 小家电 户外运动等具有 高重量段的品类拓展 为开拓以上品类的卖家 可在物流制度上积极发展新品类 以开拓相关品类的卖家 使用重物渠道后 可上架销售更高重量段的产品 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开外对外招募 抓住机会 电单量飙升 重物渠道 请与卖家定向111 先全面公开招募 卖家可向你的客户经理申请 满足要求的 卖家三部即可开通重物渠道 未来大处是 单量的爆发 将留给那些 现在就敢于改变 并有准备的卖家 重物渠道与SL4的区别是 除费率表存在差异外 时效要求经营品调款 金香度 还有人忧虑 产品价格如何优化 店铺一旦加入重物渠道 该店铺 使用重物渠道费率表 且卖家需要比重物渠道费率 与SLS费率的降幅 修改并降低产品 长价部分 以保证产品 更具有更长的价格竞争力 重物渠道运费如何结算 重物渠道费率表 已集成在线上 开通重物渠道的店铺 卖家可在后台中心 查看对应运费 重物渠道费率表 在哪里查询 请查阅虾皮平台 跨境物流支援手册中的 重物渠道 卖家费率和参考时效 在下面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